好,我們就結束了我們的產品分享 接下來這部份很開心 我們有請Jessica和Eva,我們請她開麥克風 各位好 Hello Hello Eva,Hello Jessica 我交個麥克風給Eva和Jessica 我在這段時間很欣賞Jessica和Eva這兩位夥伴 因為當我認識Eva的時候,我永遠只是遠距離可以跟她見面聊天 因為我知道她說話很大聲又吵,我怕我嚇壞她 所以她是一個很害羞、很內斂,不是很出聲,比較觀察型的 你知道我們一來到就很瘋狂喊 我怕嚇壞她,我就比較少跟她溝通 照了一次跟她聊天的情況下,就發現原來她很想幫家裡的家人 很想自己有選擇 很興奮她和Jessica的合作 我見她又沒有目標,只是用好產品 到今天她能夠決定勇於嘗試830成星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讓Jessica和Eva去分享一下 她們的轉捏點和心路歷程的成功分享,好嗎? 謝謝 謝謝 好,謝謝老師的邀請 其實我簡單介紹Eva的一些簡單的 為什麼她來了這個New Skin呢? 其實試完就是她原來十年前 她都試過弄傷十字印帶 所以當時她打Rubby的朋友就告訴她 其實SPA機是可以令到你盡快消腫,可以做到手術 她當年就買了SPA機 但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用的 用完那個期間之後就放下了 直到去年,她的頭髮真的搞不定了 開始脫掉得很厲害了 然後也看了中醫,調理了差不多七、八個月 九個月的時間 都發現脫掉到越來越害怕的時候 她心想,疫情有什麼辦法可以再搞到頭髮 而又不用外出呢? 她就想起這個SPA機也看到我一個Post 在Facebook其實很好笑 我們差不多20年沒有聯絡 她就真的看到我Facebook的一個Post 然後她只想買SPA機 但是我們要聽她的需要 知道她的身體之後 其實當然是TR90 所以很有趣 Eva在這個階段裡 就有了TR90的成績 但為什麼你一直都不肯放在Facebook 和你最近的行動量和見Post 是這麼有衝勁的呢? 首先我要先謝謝Jessica 因為Jessica是我一個很好的Coach 一直在TR90帶著我 然後我又看到這個生意 亦很想起動 最初也是十五、十六的心態 但是Jessica其實都很... 大家都知道她的性格 如果大家都知道她的性格 哈哈哈哈 開頭我也覺得有些... 是有些壓力的 是有些壓力的 但是我真真正正正的改變我的信念 是真的因為雲輝的團隊 特別是專業訓練之後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六月底的時候 有專業訓練 那我在裡面 就是... 老師就帶了我進去的 我去一個潛意識裡面 去找回我自己人生裡面 我想有些什麼 就是想找回一些什麼的時候 那我就想起我家人了 正正就是那次專業訓練 看到團隊 真的是第一次叫做... 因為太多網絡訓練了 那次才是真真正正正 看到這麼多位老師和這麼多位夥伴 那我就感受得到 那我就感受得到 我是真的很想做New Skin 就是... Why New Skin 我的心裡面就真的很強 那... 然後呢 就是... 就是... 7月初的時候 那... 那... Jessica就約了我出來 那... 也是很貼心 和貼心 那... 去教導我一天的... 就是做了一個Shadow Shadow的工作 那... 都令我覺得原來 其實去關心別人的需要 其實都不太難了 那... 這個是... 令我更加容易去掌握到 其實我做這個事業 是為了什麼 對... 亦都跟我的理念 亦都很適合 沒有意義之中的 其實... 我們都有很平常的 網上的職業 特別是... 7月... 就是... 我和Jessica 做完一天的Shadowling之後 那... 我就聽... Theresa老師的... 《愛在逆境萬言中》 那個課堂 那... 其實我今早都... 特別有聽的 就是... 我特別覺得... 星期一就要去... 我去聽一下老師的分享 那... 我又再聽一次 《愛在逆境萬言中》 Theresa老師的分享 那... 其實真的好觸碰到我 好帶動到我 好感受得到... 就是... 團隊那種... 那個心 和Theresa老師當初成立這個團隊 是為了什麼 他... 他... 講了一句就是... 很希望... 可以透過這個事業去... 為其他人... 生命有個軌跡的改變 這個是... 正正是因為New Skin 改變了我的生命 所以我也很想... 借助這個生意 或者借助這個平台 去改變其他人的生命 是的 嗯... 其實... 每次... Eva 我覺得她是很真心的 就是... 每次講到這兩個位置 她都自己會有一些觸動 那... 其實你記得我們在... 五月尾... 和六月尾... 其實都有一些很... 糾結的位置 那... 我們是怎樣衝破了那個位置 而最後你又出了一些帖子的呢? 哈哈哈... 嗯... 糾結位是因為... 真的那時候還沒知道 Why New Skin 只是覺得用好產品 我覺得我身體有改變 那就去... 分享一下吧 那... 但是去到... 嗯... 六月尾... 真的... 然後... 然後... 我知道 Why New Skin 那... 我就覺得... 喂... 你都要... 大一點的改變 別人才會... 看到你的改變 那時候有個糾結位 就是... Jesica不斷叫我... 喂... 你出你的TR90 那個改變 那照片呢? 我說不行啊... 我穿衣服很害怕啊... 不是我的風格啊... 不想貼貼啊... 那... 糾結了其實有三個星期的 我記得... 每一個星期我都說no... no...no... 但去到六月尾那一刻 我就覺得... 喂... 我... 我都想有人知道 我都想有人... 看得到 亦都看得到 那張照片是... 嘩... 那他才會... 觸動到他去... 去找出 為何我有這樣的改變 那所以那一刻 我就... 其實... 就很快豁出去了之後呢 一次寄了一張照片 就是... 現在右下角那張 那張 那我見... 其實大家都有一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 眼光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放心的 啊...其實都沒有什麼 那張照片 那... 那... 也都... 聽到有些朋友的 feedback 呢... 這個都令到我都有一種... 很溫暖的感覺 就是我一開始是想著我去... 我去找別人的需要嘛 但誰知道其實我 post了這個 post 之後呢 我反而是得到更多人的關心和關愛 這個是我... 我覺得我自己想不到的 嗯... 好像回到我們以前的那個時代 是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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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我們掌聲謝謝朱瑟琪和伊凡的分享 好嗎? 謝謝 聽到他們呢... 就是... 不習慣的 從不習慣當中呢... 當你自己找到這個事業價值的時候呢 你就會找方法啦 好嗎? 那接下來呢... 我也要介紹另一個夥伴 就是Judy Fork 首先呢... 我們呢... 先向大家自協先 就是因為今天太多精彩的分享 可能今天呢... 會有少許多精彩的分享 我們呢... 我們呢... 有請呢... 我們呢... 有請呢... Judyf... Judyf好嗎? 在這裡嗎? Judyf... 在這裡... 是不是呀... 聽不到... 我介紹Judyf啦... Judyf呢... 其實是參加了NewSkin兩年 聽到了... 聽到了... 她呢... 一年時間去觀察NewSkin啦... 近來呢... 就很努力了... Judyf... 我想問一下... 你當初... 我們很想共勉... 就是... 今天呢... 做NewSkin... 好像Erica那樣... 找了一千個人... 有一個人呢... 那我想問一下... 你面對... 在這些事業上呢... 你曾經面對什麼困難... 以及你用什麼... 什麼方法... 或者你自己... 怎樣調整心態呢... 去超越了學... 然後繼續向前走呢... 其實我用了一年時間來... 來等自己去... 了解那個產品啦... 就是自己試啦... 我什麼產品... 其實... 我聽到他們說好... 我也去試一下的... 那麼... 在那一年裡面... 就... 很... 很驚訝... 我最近發現... 身體好很多... 那些... 再註生日子... 我聽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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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喂... 六項... 這個六項... 喂...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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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的... 其實自己... 個人有些原因... 那... 最初家人... 其實都... 都... 都... 我都用了一年時間來... 令到家人... 現在接受了... 那我就變成... 最近這幾個月開始... 我就可以... 爭取機會去... 投入... 其實... 一路我也有... 很想去... 去雲暉那個團隊課堂... 但是... 因為家人的關係... 有時候又不太方便出去... 甚至... 其實可能要... 說一些小小的... 大話... 這樣說... 我公司忙啊... 或者... 今晚我公司開會啊... 那我才可以寫出來... 一會兒... 接著... 差不多完了... 又打電話來... 喂... 你還沒下班嗎? 我就說... 好吧... 那我要走了... 其實... 都... 經歷了一段時間... 是... 要自己克服的... 就是有一些事情是要自己解決的... 那我解決了自己的問題之後... 現在就... 希望可以... 上一件事想要加快速度... 還有... 團隊的支援都很重要的... 幸好... Renee其實一直都很支援我啦... 那... 在我自己... 有些困難的時候... 其實她在背後幫了我很多... 這件事是我那一年裡面... 我自己很感受到的... 那... 所以... 就是... 現在更加... 會珍惜這個機會啦... 因為... 過去那一年... 其實... 我覺得... 每一個人的步伐... 是不一定是一樣的... 但是... 在某一個時間... 我自己... 搞定了自己... 自己解決所有的事情之後... 那我就要... 盡力去做啦... 嗯... 那... 特別這個疫情啦... 這個疫情... 就更加會... 我覺得會容易了接觸一些... 嗯... 我自己網上的朋友... 因為其實... 我之前... 都不是很敢貼貼的... 我跟Eva一樣... 我又... 很顧慮... 啊... 公司的同事會怎樣想啊... 啊... 我公司的Facebook裡面... 很多同事啊... 那... 我又不敢貼貼貼啦... 但是... 我覺得... 有些人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很大的迴響... 我現在就變了... 放膽了很多... 去發聲... 嗯... 而且很有趣的是... 真的有些朋友是... 可能很久沒有接觸你... 突然之間... 他看到你貼貼後... 他又會找你啊... 大家又聊天... 其實那個感覺是很開心的... 嗯... 嗯... 恭喜你啊... 恭喜你呢... 我們會問難的時候呢... 都不放棄... 用方法... 我們呢... 就是這樣啦... 問題在這裏... 我們就在這裏... 到底我們是... 問題大過我們... 一定是我們大過問題啦... 如果我們有高度的時候呢... 問題看到我們呢... 他會離開啦... 那就是...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問題是沒有解決方案的... 唯有自己的心態調整... 你的態度調整的時候呢... 問題就會自己離開的啦... 所以... Judyf加油! 總闖830! 那麼... 我們很快呢... 請我們來下一個位... 分享者... 我們用多兩分鐘的時間呢... 就完結我們今次的Chase Monday... 那麼... 有請我們Elita... HELLO! 各位聽不聽到...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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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快就很輕鬆地分享啦... 其實... 之前幾位... 都說了我的心態... 那麼... 我想最簡單的東西就是... 你的心態和你的知態... 因為其實在我... New Skin起步的時候... 頭醫兩三個星期... 四五個星期呢... 反對我最厲害的是我老公... 那麼... 跟Judyf一樣啦... 家人不支持啦... 那麼... 由我老公... 我那時候老公不支持的原因就是... 覺得... 不信任New Skin啦... 怕我浪費錢啦... 以及怕我花很多時間啦... 其實一直... 初頭的時間呢... 其實我做任何事情呢... 她都是超級反對的... 例如她拿了所有東西... 看看成份... 然後又會上網看看... New Skin是不是一個... 有誠信公司的樣子啦... 那... 所以我想... 一句分享啦... 就是... 回到之前幾位講師... Gigi... Eva... 等等... 你要記住... 為什麼是New Skin啦... 在我這六個星期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 由我最初不肯定... Renee不好意思... 即使我答應了你說... 我勇往直前... 但自己心態還沒準備好... 覺得自己都不是... 不敢做生意啦... 那姿態... 那姿態... 那姿態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被人的訊息都還沒準備好... 別人就會退絕你啦... 別人就會覺得... 別人就會覺得... 不好啦... 那到我... 其實我覺得... 轉類點其實是上個星期... 因為我聽了很多雲輝的訓練... 都很感謝老師的故事啦... 我聽到Thomas老師的故事啦... Theresa老師的故事啦... 我突然間一驚醒就是... 為什麼我做New Skin呢... 原來我做New Skin是為了家人的... 我為了一些夢想的... 我一... 一... 知道自己是想做的話... 那我就立刻... 在Facebook又會貼上我的性感相片啦... 還有... 有人覺得最成功我跟老公說了一句... 老公啊... 其實我做這件事是不是好的... 直接逼他賣場... 他說是... 第二句我就真的很大膽跟他說... 其實呢... 我是在做生意的... 其實我是在做生意的... 而這兩天我跟所有朋友都很直說一句... 是啊... 我是在做生意的... 就突然間多了很多朋友... 是有興趣跟我去... 就是有一個... 就是... 合作這樣... 好... Renee我先停一停... 當然... 謝謝Anissa的分享... 我欣賞她就是... 每個人去吵的時候... 都有不肯定的一刻... 有困難的一刻... 但Anissa永遠都是... Every day is a brand new day... 沒錯... 當我有狀態的時候... 有狀況的時候... 她是鼓勵我... Forget yesterday... Let's move on tomorrow... 我覺得... 能夠團隊... 上下一心... 有一個目標去走的時候... 就是非常之... 就是我們... 目標一致... 我們一起做... 大家一起贏... 這個事業才是好玩... 好嗎... 最後呢... 我們用一個... 一個說話... 去完結今天的訓練... 就是... Nothing come easy... Everything is work hard... 我相信... 你選擇去work hard... 去dream big的時候... 你只會... 越來越近自己的夢想... 你走這條路... 是不是很容易... 不是... 但你一定一定... 可以拿到... 你自己想去的目的地... 每一個目的地不一樣... 你只要去到你的目的地... 你開心... 你快樂... 你滿足... 就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